昨晚在皇后区法拉盛缅街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女子当场死亡 赵氏的私人巴士司机逃逸 事故发生于昨晚8点半左右 发生在法拉盛缅街和凯辛纳大道附近 当时一名女子正在过马路 被车撞倒之后当场死亡 赵氏车辆是一辆车身喷有skyliner字样的巴士 该车在车祸之后逃逸 目前还不清楚死者身份、族裔和年龄 109分局和纽约市井高速公路局还在继续勘察事件 有线索的民众请拨打1800-577-8477与警方联系 本周皇后区阿斯托利亚发生了一起持刀抢劫案 警方目前正在寻找参与此案的三名嫌疑犯 本周三凌晨4点半 在36大道靠近32街地段 一名22岁男子将车停在路边 坐在车里 然后两男一女走上前来 一名男子坐上副驾驶座位 拿出刀顶在他身上 另一名男子坐在后座 抓住他的脖子 而那名女人在旁边望风 最终三人从他身上抢走350元现金 和一部iPhone手机 目前警方正在抓捕这三人 如果你有线索 请拨打1800-577-8477 协助警方调查 这个周末 纽约地铁七号线将会进行施工 部分路段停驶 出行的民众请及时做好准备 这次将对地铁七号线系统进行维修和升级工作 从周五午夜过后一直到周一凌晨4点半 曼哈顿42街时代广场站到皇后区广场站 将没有七号列车运行 届时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服务 往返于皇后区广场和杰弗农大道 杰弗郡大道站之间 乘客也可以换乘EFNQ或者二线地铁 更多信息请登陆MTA.info网站进行查询 这个周末布鲁克林将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胡子大赛 来自全国26个州的参赛者将会集聚纽约 比比谁才是真正的美然工 第六届年度胡子大赛将会于周六一点 在国王剧院举行 这是该赛第一次在纽约举行 该赛室是由一个叫做美国胡子队的团体组织 虽然都是比胡子但还分成18个不同类别 很多参赛者都是远道而来 他们还透露为了让胡子更美 使用护理产品是必不可少的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周末去看一看 法拉盛市中心图书馆前 缅接5日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死亡车祸 一名老妇在穿越缅接时 遭一辆赌场巴士当场碾死 而赵氏巴士在事发之后离开现场 后方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连续碾过老妇尸体 导致死者头颅和躯体严重变形 血肉模糊 警方目前仍然在查询死者族裔和身份 赵氏的巴士司机不久在康州被拦截问话 全案仍然在警方调查当中 据警方指出 受害人在5号晚间约8点半 在皇后区的公共图书馆 法拉盛分馆前穿越缅接 遭到一辆准备左转进入41大道的巴士 卷入轮下 据目击者艾格菲表示 他当时在缅接驾车往北行 经见了马路中央 有不明物体 因为是垃圾堵到 认为太危险了 想搬离车道 下车仔细一看 竟发现是支离破碎的人体 艾格菲也指出 死者的头颅变形只剩下一半 黑发且一身黑 内脏外露 骨折穿破皮肤 两腿变形 疑似雅异 艾格菲说 为了防止后面车辆再继续碾压尸体 他与几名路人围起了尸体 等候警方抵达 并认为法拉盛的交通问题 已经病入膏肓 成为纽约市最危险的地区 并呼吁知情民众要勇于报案 据了解 警方拒报后 109分局大批的远警 迅速赶到了现场 封锁包括缅接41路 凯西纳大道路口的大片街区 进行调查 警方也将尸体一部幕 在四周围起 大批的民众 在缅接图书馆前 接到围观 议论纷纷 有的民众表示 曾经就近看过一体 但没有血迹 怀疑案发地点 不是第一现场 警方表示 死者为女性 照使车辆为一辆私家的巴士 车祸后离开现场 据了解 警方目前仍在查询 死者的族裔及身份 肇事的巴士司机 不久在康中被拦截问话 全案仍在警方的调查之中 包括事议员顾雅明 周参议员史塔本时机 6号都对此事故发表声明 表达对法拉盛交通的关注 和对死者家属的慰问与振癌 话语电视机 日安站天 纽约采访报道 由黄后区教师联合工会 与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合作 将于11月21日8点半至下午3点 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办第11届家长教育讲座 协助学生学习为目的 帮助达到家长的需求 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9日 欢迎社区家长踊跃出席 联合会与黄后区教师联合工会 将在11月21日周六的上午8点半起 在法拉盛的喜来登酒店 举办第11届家长教育讲座 内容包括阅读策略 数学要求 高中入学 青春期的教育 寻找对的大学 学生减压方法等 由于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会长周永霞 在记者会中介绍 讲座中将邀请 十代文身高中校长张姐 以及多位参与教育改革研究的 教育专家道场主讲 教育讲座内容涉及英语阅读策略 如何成功达到八年级的数学要求等 今年还特别增加了 减压和中国医药工具及治疗的话题 让更多的学生与家长受惠 我们非常高兴 今年结合了我们在教师工会里头 有一些校长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研究 不管是在他们所谓的大作或气功 或者是针究方面 他们都有独到的一个研究 他们认为我们东方的这种医学 会帮助到很多学生 尤其这些小孩子在忧郁症方面 或者在郭东方面 所以他们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他们实际在学校里成功的例子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能够把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 我们的针究医学甚至气功打坐 能够用在我们的西方的教育方面 其实是我很乐见其成的 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 纽约华人家长、学生、联合会执行长彭明毅 及华后区教室联合工会的多位代表 主办单位表示 讲座民众免费参加 并提供早午餐及学龄前儿童的照顾服务 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9号 今年网上报名已经开放 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位的家长登记报名 作为有限先到先得 详细情形可以上网报名 网址为3w.fut.org 或打电话到78275-4400询问 华语电视机正要这天纽约参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